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与同萧美琴前往花莲视察灾情 陈建仁则是前往崇德火车站视察 秀林厢长以及多位的乡民代表 向陈建仁陈勤 部落的族人失联人数非常多 跟县政府的资料不一样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多方协助 让家人尽早回家 行政院长陈建仁4月4号与萧美琴前往花莲视察灾情 陈建仁则是前往崇德火车站来视察 并且由台铁负责说明这次崇德火车站受损 并且暂停载客原因 其实这个月台的状况 它有一些瓷砖跟文力土剥落的状况 那我们昨天出货评估是没有结构上立即的危险 但是我们也是不太放心 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话 我们就选择说在这边崇德站的部分 先暂时停止办课 因为这部分是为了旅客的安全 许林乡长已经多位的乡民代表就向陈建仁成行 部落的族人失联人数非常多 跟县政府的资料不太一样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多方的协助 让家人尽早回家 如果你们安全回家的话 记得打个电话给我们 就像你们昨天非常紧张 打到许林乡公所应变中心的时候 我们也是请各个单位来协助搜寻 那如果你安全回家也顺便打个电话回来 到应变中心来 让我们放心好不好 因为有非常多的村民 听说已经下山 但是没有看到人 我们也不太了解 给我们正确的信息 陈建仁表示 花莲发生地震造成9死186伤 目前还有93名受困 52名失联 278名安置 希望可以尽快找到所有受困 以及失联者好好安置 您可以 刚才提到的这个受困的数据 我们听到县政府报告的这个数据 很显然有低估的现象 那这样的一个低估的情形 我也希望乡长或者是代表 可以透过我们通报的管道 也可以跟我们中央应变中心 还有县的这个应变中心呢 能够来通报 那我们来尽快的找到 那就我所掌握到的中央应变中心 所收到的这个讯息 确实是有多余这一个地方通报的 那也许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在整合以后 那让这一些失踪的或者受困的人 尽早的能够让他安全的来回到家 这个是我想 陈建仁呼吁地震造成不少建筑毁损 以及省道公路系统摊房 第一时间进行抢修工作 但是根据气象署的报告 周末会有封面通过 要预防土石崩塌以及土石流的风险 全力协助让影响降到最低 记者综合报道